NEO 了世界以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羅伯提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藍方的玩家選擇了葡萄人 葡萄人的特色是所有的黃金兵單位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他的生旅科技基本上是全滿的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跟弓兵路線都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全都有 連步兵都有 那後期的葡萄人還可以擁有火槍跟火炮的 這個彈道學的效果能力 這個火神槍 那後期的葡萄人還是比較需要靠騎兵跟強奴作為主力 後期也可以轉火槍單位 那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風情砲 都是可以走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緬甸人這個文明 緬甸人大約出生於在3點鐘方向 那他的緬甸人 這個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而且他的步兵單位 每升一個4代攻擊力會多加1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槍兵 我都會叫他趙雲擊兵 傷害非常的高 那後期的緬甸人 他的攻兵路線非常薄弱 他沒有強奴只有奴兵 而且攻兵鎧甲也沒有三級射 即使出了戰毛兵 也很容易被對方的奴兵給反殺回去 那緬甸人他的保兵單位 飛鏢騎兵 是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的 那後期的緬甸人主要還是要靠飛鏢騎兵跟大落馬 作為主力或者是緬甸大象 遠距離防護率最高的緬甸相 那他的騎兵單位呢 在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銀冠技術 銀冠技術點下之後 對攻兵的傷害還可以再增加一些 所以緬甸人呢 打法主要是靠騎兵跟步兵為主力的 那攻兵路線只能說是堪用 不然就是用飛鏢騎兵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打法 那先來看一下地圖 那這邊葡萄黃金在後方 下方有石頭 前方有黃金喔 那這塊金就顯得非常不錯 有一塊附金在後方 但他的主金位置本來就已經不錯了 所以MBL 看起來這把是沒有太大的地圖問題 那木須呢 有兩塊可以穩定使用 接下來的話就要到上面跟右邊這個位置 我是下面這裡 那前期來說有兩片木須 有一塊偏裡面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最大問題可能還是在維加的部分 MBL地圖看起來是不太好維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緬甸這裡 那緬甸的黃金在左邊 黃金也在後方 看起來也不錯 兩邊的地圖都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現在四季帝國的阿拉伯的地圖越來越平衡了 不會像以前喔 一方超級好一方超級爛 現在兩邊差不多好的情況是比較常見的 那緬甸人這邊就比較尷尬的是喔 他的兩個伐木區有都在正前方 要是MBL把這兩個木區給控制住的話 他就只能被迫到右側這裡 或是到非常左邊這裡 那不管怎麼說呢 對於緬甸人來說 這兩個木區被控制了 也是被宣告被判死刑喔 所以緬甸人可能這邊只能打個強攻路線 盡可能守住自己的資源點會比較好 好兩邊都封建世代點下去了 都是打一個十八批 十八隻村民加一隻赤猴 那這邊有點執布技術 兩邊都沒有偷執布 好一上去封建世代一農一木 直接就點了 MBL並沒有轉起兵路線的樣子 而且甚至連射箭場都沒有下 再按個槍兵先去前期偵查一下 喔但這邊偵查到了 對方是走起兵路線 那這個時間點不下馬就補下射箭場 待會就可以先偷個幾片農田 增加自己的經濟效益 這算是前期的小小細節 那明天人這邊也沒有太慌張 反正前期還是要先吃這些綿氧 所以農田沒有灑的那麼快 好MBL正面稍微微一下 三隻赤猴準備來了 正面槍兵三隻開始逼退對手 這隻村民稍微被打了一下槍兵過來防守 這裏也補了一隻槍兵 好防守位置做的都還蠻不錯的 再來繼續按一隻槍兵 手果子 好上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開始轉毛兵 這個村民再稍微被打一下 直接過來灑農田 好三隻毛兵補好了 那現在槍兵這麼多的情況下 緬甸人並沒有轉攻兵單位出來 MBL這個預判 預判了個寂寞 但是也不算是寂寞啦 這個毛兵還是打對方槍兵有用的 讓自己的槍兵跟毛兵可以變成前壓 變成槍毛前壓戰術 那葡萄人的黃金八折優惠的效果 就變得不是那麼的明顯了 因為對手是打著一個 槍兵配肉 這個單位組合 確實用槍兵跟毛兵打也是ok的 好 緬甸人這邊點一下兵工場 這邊不知道是不是想要來點個 喔 先點個攻擊力啊 一級鍛造技術 那鍛造技術的優點呢 就是騎兵跟槍兵都可以加一點傷害 大家看一下這一波 若馬上去高地 直接高達第一反擊後方槍兵 槍兵第一時間被擊火 後方三隻毛兵 只能後面色色發抖 但是臨死之前還是想要收掉對方槍兵 但我點就不太到 看起來緬甸人這一波是完全勝利了 ok MBL這裡加力也準備要來開始挖金礦 待會要來升級城堡Style 前身補了一個兵工場 緬甸人後方也要打算來圍死 好 前期兩邊打的就是一個正常開局 MBL這邊打法並不是完全走文明特性 還是走了一個槍矛前壓 好 這邊若馬終於抓到了機會 MBL這邊村民死上一隻 首殺是有緬甸人拿下 這裡工兵跟毛兵在後面躲著 但是村民在過去又死了一隻 槍兵上前搓了一下 若馬的血量還是非常多 好 MBL 左邊這裡要找個機會先圍死會比較好 好 當然這個地圖開局 我們就說這個是真的很難尾啊 好 這裡工兵過來 槍兵也過來 若馬看到這個情況不敢輕易上前 但MBL已經順利的點下了城堡Style 這邊10個人挖金 待會上城堡Style繼續打奴兵路線 甚至趕快速下大學轉彈造學路線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工兵繼續放在了黃金礦的地方 不希望黃金礦被騷擾 好 這裡工兵可以直接守到這個區域 緬甸人趁是在把自己的家裡全部給圍好 圍了一堆木牆 好 緬甸人點下城堡Style 城堡Style點下之後 待會就要來看緬甸要怎麼打葡萄牙 那最好的打法可能還是要打這個飛鏢騎兵 團戰之鬼 最近一般的騎兵路線的話 那麼 葡萄人還有折扣上的優勢 如果也走黃金兵的話 好 這裡搓肉拿稍微換一下 這兩樣被換掉了一些 品種這時候補下已經不是那麼的賺了 品種一毫 但沒有要回頭打的意思 這裡槍兵太多 好 工兵已經來到了緬甸家 十隻工兵找不到地方進去 好 上個高地 射個木牆 大利斯村民過來 要蓋一下石牆嗎 好 二級射馬上補 吉古洛馬直接卡在這個窄口 被送掉了一隻 好 現在補了一個市集 直接補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建築 好 工兵單位再繼續往前走 好 找新的地方打 好 奴兵升級還有十秒 兵電人這邊要不要拉一些赤猴回家 NBL直接在這個牧區補下了城鎮中心 這裡洛馬過來 結果直接被圍了一個牧牆 反應非常的神速 好 這裡工兵 準備要射進去了 十隻工兵 來吧 開始進去殺老 但是 免電人是開下3TC 想用TC防守奴兵的殺老 甚至連這個工程器製造所都不蓋啊 這個有點大膽 他可能覺得自己用騎兵 就能搞定這一坨奴兵 但是後方的奴兵跟槍兵陣也要來了 好 第一時間撞到高打低 這邊奴兵可以繼續走 後方的兵要趕快跟上 這裡可能要死個兩三隻工兵才行啊 反攻兵在撤退的毒中 還是邊走邊射 騎兵沒有二級馬鎧 被射還是射到頭破血流 甚至重裝長槍兵的升級也好了 緬甸這邊其實可能暫時解不掉 這裡只要出一台奴炮 MBL這個配兵組成就能輕鬆解掉 還是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呢 好 現在3TC 正常營運 MBL家裡轉出了生鋁跟槍兵 那他這邊生鋁只要80塊錢 非常的便宜 所有弓兵的集結點都是放在後方 OK 後面果然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過來一下 彈道水沒有 射的有點歪 一吋都沒射掉 這一吋有機會嗎 沒有 好 正面反正是騎士被招響掉的一隻 工兵往回 反擊回去 MBL這邊是雙TC 漫漫龍 並沒有3TC 這一坨工兵加槍兵 緬甸人暫時解不掉 只能靠奴炮出來了 好 奴炮一出來 好 趕快放 好 找個安全地方 串燒開始 拉個村民修理一下 結果村民第一次被點掉 MBL這邊選擇單位選擇非常漂亮 但是是扛著奴炮的傷害 再進行反擊 好 想要修理回來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弩炮被點掉了 好 MBL家裡工兵繼續招 反正就是便宜 這個折扣在 好 這一坨工兵繼續騷擾當中 這裡看起來又要再死個幾村 這裡也把握好 後面一直在左右動 好 但TC還是射到了一些奴兵 提示這裡還不上嗎 雖然太少 想要跟奴炮一起走 奴炮第一時間過來 要不要先串燒重裝長槍兵 要 好 這邊第一打高 但是槍兵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死之前戳掉了一匹嘛 後方工兵繼續拉打 但是奴炮串燒效果非常好 這裡有可能會一一穿四嗎 好 奴炮還是打歪 但是這隻騎士要收掉剩下奴兵了 最後奴兵還是被騎士給解掉了 好 緬甸人現在是雙馬就 繼續出馬 3TC繼續營運 NBL第二坨工兵又出發 14隻 這次有帶申呂出門 帶這個申呂應該是要去撿生物 而不是要來招響了 那這邊路上待會就要遇到 NBL不知道有沒有在看前線的部分呢 前線申呂直接撞到了申呂 申呂跟騎士交錯過 但是緬甸人有看到 回頭到下陽帶來不及 好 上面重新補了一個4級 待會 緬甸人 好 繼續打起兵路線的話 還是要蓋一根城堡 點一下銀罐 以前的緬甸人跟現在緬甸人 基銀罐的位置有調換了 現在銀罐應該就是增加起兵的攻擊力 對攻兵的攻擊力的科技 NBL這邊走攻兵路線 算是想要引救對方 去點出這個銀罐科技 但是對手完全不理 就是用騎士硬騎 甚至二級馬卡也不點 所以二級馬卡也打攻兵 真的是有點吃力啊 好 這裡NBL 攻兵就去按 十四隻的攻兵 碰了一下這個墓區 頭死車來了 準備要拍一下 好 又選擇拉走 上方槍兵也在持續騷擾當中 現在兩邊都找不到一個很好的辦法 這邊想要低房子讓頭死車出去 結果工兵會不會因為這個房子的路線 往前走 直接走到底 頭死車 DC沒有辦法回頭打擊 結果工兵直接走了進來 這個是緬甸人的引狼入室 居然自己低房子讓這些工兵走進來 好 NBL這邊要稍微拉打一下 這邊再低一個伐木場 好 虧 電人這邊已經虧了150木頭 還一個頭死車的話 這一場至少虧了 三四百啊 四五百資源有 好 NBL 開始轉出一些騎士 走推車也補下 好 TC不在前放石頭 這個木序的位置 錄下了一個大雪 好 但上方的騎士終於把工兵給解決掉 明天人依舊在爆馬 沒有打算要走其他路線 好 手推車研發好了 現在69吋對於80吋 現在明天人村數還是相當的優勢 好 這裡稍微微一下 可以蓋這個大雪 好 大雪蓋好 稍微先著想一下 後面的生旅 後面有點危險 所以可能會被包 上來了 上來了 別死掉 好 騎士的數量現在越來越多 像是三馬就在爆馬 眼天人的打法相當的粗暴 好 直接全部出騎士 沒有打算要跟你打什麼輕騎兵 或者是轉槍兵路線 全部就是騎兵一條線 看別有囉 這邊是轉出了二級農田二級伐木 哇 二級伐木現在踩點了 遊戲時間來到32分鐘 好 前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來了 騎士來了 好 坐好下 湯兵過來 等你三隻 直接應召 好 逼退了對手 後面奴兵再繼續接上 然後14隻的奴兵 但是大雪不好 並沒有馬上補下彈道雪 最後繼續穩住一下金礦地方 好 緬甸這邊騎士數量越來越誇張了 來到了17隻 現在甚至五馬就在爆騎士啊 還是很希望可以用騎士直接淹死MBL MBL這一波槍兵加上聖旅的招牆 直接控制了大量騎士 騎士有點虧不成軍 選擇了撤退 這一波交戰之後 MBL好像有點有機會可以往前推了 大名電人這邊也不甘失落 繼續補下的經濟科技 好 現在經濟又來到了極限 MBL這邊槍兵是單軍營再出長槍兵啊 單軍營待會要再補個兩三個 不然對方騎士這麼多 要全靠招翔好像有點困難 好 勝利過來 先招一下 第二隻 第三隻 四隻 一二三 好 招了兩三隻左右 好 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MBL也開始轉出騎士了 但工兵數量還是很多 拔者黃金兵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騎士 工兵 我全都要 包括生旅啊 有生旅的話 招翔騎士也是相當舒服 好 工兵在後面一直在偷偷poke 但是一直沒有彈道血 把移動中的話 就沒有辦法賺到這個移動的紅利 好 緬甸人二級農田 跟二級工也補下了 再來經濟越來越好 好 現在數量來到了四九隻 好 中間補一個城堡 城堡敲下去 重裝長槍兵跟騎士 來守下這個位置 啊 這裡怎麼在撈雨 沒想到在阿拉伯撈雨啊 被人家抓掉 海兵魚群 MBL這邊 是想把資源吃乾抹盡啊 好 這一坨交戰 看MBL有點危險 工兵直接暴露在了 敵兵的臉上 完蛋 這一坨兵力完全打不太贏 緬甸這邊一個多線 前 中 後 都有兵力在防守 MBL趕快 把這個工兵拉到湖畔旁邊 想要儘肯的減少被攻擊的面積 好 右側這一坨騎士想要衝進去 結果被阻止了 並沒有成功進去殺敵 MBL回家 防守 也是終於守住了 這裡騷擾的 騎兵 中間部分再來一坨 但又一根城堡 越補越多 現在正面兩根城堡 已經守住了大規模的面積啊 好 這個時候MBL 並沒有打算放棄走工兵路線 還在繼續噴農兵 好 停電人這邊減下瞭望技術 MBL這邊想要團一波支援森帝王的樣子 甚至按了幾台風琴砲 看其一次的機動性有點好 指出風琴砲可能會有點追不太上 好 臭命這邊開了個TC 炸力26隻的騎兵 MBL直接被圖存 這一波有點傷 臭命怎麼被放出來 這要趕快收回去 MBL要小心 哇這裡村民太多 沒得全部塞進去 15個人 人滿為患啊 好 後面騎士開始也反擊 這一波MBL也用騎士抓掉了幾村 上方這裡也是讓對方收村 這面部分MBL又被抓了更多的村民 這幾波交戰之後 MBL強忍著敵方的騷擾 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明天人家裡也是受到一些干擾 村民處也被抓掉了滿多隻的 好 兩邊的村民損傷 都來到了3337左右 這一坨工兵想要正面吃掉 這一坨騎士 媽媽 但是騎士有點傷害高 工兵完全擋不住 直接被騎士吃掉了 大量的工兵 緬甸這邊騎兵爆打得非常單純 但是相當有用 這一波騎士也是衝了一些 村數掉到了只剩下118吋 兩邊的多線騷擾 現在是都有受到傷害 緬甸人經濟也是不是那麼的好 但資源上來說 還是緬甸人這邊領先 大約一億萬左右的資源 好 MBL 這邊點一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50秒時間 這一坨騎士又要抓到村民 哇 這一坨自己村又被抓掉 現在很傷 帝王時代還有18秒 提示數量還在繼續按 好 升到帝王時代 大槍兵跟弩兵升級 看要不要先升上去 但這邊沒有先升級兵 但是先把工兵路線化學三級射 先點了上去 工兵路線沒有打算要主生 但是這麼多騎士過來 MBL真的守得住嗎 這些工兵跟槍兵沒有打算要往回救 等著了往外出發 但這一波只靠城堡 加上少量騎士防守 似乎有點吃力啊 好 這裡再度收村 好 這一波騎士死得死 大概死了8隻左右 奉兵來到了前線 開始抓緬甸的村民 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好 結果騎士直接一烘散 村民直接被抓掉了很多隻 MBL把村民放出來的時候 反正被抓到 太尷尬了 好 這裡暫時能夠有一點優勢 他要把城堡敗鼓上面一點 這邊黃金石頭 TC都可以稍微控一下 好 這邊又被抓了幾川 MBL對這些騎士暫時沒皮條啊 好 這裡再次收村 這些騎士完全沒有在意 到底有沒有 城堡啊 看到就是想要守屍 好 這裡圍進來 巨型頭司機最後還是被摸到了 先前兵看起來是難逃一死 好 這邊一定知道 空間這櫃子蓋了城堡 上面就是城堡對寶 好 巨型頭司機最後活了下來 大騎巨頭 開始攻城 好 上方這一坨青騎兵 加上騎士要來嘗試解解看這一坨奴兵 這坨奴兵殺人給的很高 公兵想要蓋 公兵想要蓋 公兵拿到了後方 騎士上前頂 公兵數量這裡有三四隻 但現在騎士數量實在太多 又擁有十四隻的數量 狼邊騎士的血量都是有點殘的 但是MBL後方的公兵有點被包抄到 稍微拉扯之後 好像要打贏這一波 免電人 到電龍時代 結果也把自己的騎士送光 三級馬凱來不及好 直接被二級射 跟化學的公兵打穿了 免電人這時候打出了最終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一場交戰 沒有想到是因為這坨奴兵 全部空在一起 公兵高打低擊殺了非常多的單位 不管是村民或是敵方騎士 用這個高打低效果是非常好 那免電人這邊最大意的事情 應該是沒有點下銀罐技術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點 好像是看起來沒有點銀罐技術的關係 對此 用騎兵打工兵的話 有點銀罐的話會差蠻多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